各位北美红星卫视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要祝北美红星卫视开播顺利 那么收视长红 那么也希望北美跟台湾的关系能够互动更加紧密 那么各位观众大家万事如意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才智生活杂志 我在网路上读到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篇文章的title呢 它说为什么你必须安排要工作直到七十岁 那很多人呢 其实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提早退休 这篇文章呢 反其道而行 说你应该规划生活这个工作到七十岁 其实不讲不知道 讲了你可能会吓一跳 很多按照这个美国的二零两千年的这个人口普查的数据 基本上呢 六十三percent 六十三percent的人会活到他的九十岁 很多人说我怎么会活那么久呢 我要数字不会说谎吧 所以最少在这个两千年的人口普查呢 他有六十三percent的人会活到九十岁 那当然我们讲说活到九十岁我们不管是生老病死 可能他最后三年呢身体状况不大 可能最后几年呢卧病在床 可是以这个理财的角度来讲呢 这个是没有讲感情 因为你就算卧病在床 你还是要花钱啊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我们以前的这个纯退休基金的这个方法是够用的 因为以前呢 人的寿命平均大概七十七岁啦 七十八岁啦 七十九岁 所以你六十五岁退休的时候 你活到七十七岁呢 你大概就是辛苦了一辈子赚了钱 你再花个 讲的比较直接一点 你再花个十二三四十五年 depend on你的这个寿命 然后呢 这个钱也够用了 可是以现在来讲 他仍然是六十五岁退休 可是呢却可以活到九十岁 那这个二十五年的钱 却要靠他在过去这个同样的累积的方法来累积 所以在这个统计数据上来讲 他说其实如果这个人呢 打算六十六岁退休的话 大概只有全美国我们讲的是美国的数据 只有一半的人一半 一半50%的人准备好的他的退休计划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另外一半呢 你是这一半准备好的 还是你是那一半没有准备好的 所以就牵扯到很多人现在呢退休金不够 可是如果您是属于这个准备不够的人 您仍然是六十五岁退休的话 我们常常在我在开玩笑说那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我在讲人有几种哦 寿命长寿命短 有钱跟没钱对不对 所以寿命长短有钱没钱这个combination就有四个 那当然我这里面还不讲健康或者是不健康哦 我在那边开玩笑说你知道这四种combination哪一种最可怜 一种是有钱短命 一种是有钱长命 另外一种呢是没有钱短命 再来一种是没有钱他却长命哦 所以问最可怜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钱又活得很长的哦 这开玩笑 因为我们这边并没有integrate这个健康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这篇文章他就特别强调说 人们其实可以计划活到七十岁哦 那跟医疗的进步也有关系 现在人呢普通我想大家都很知道 像高血压啦 糖尿病啦 或者心脏血管有一些问题啦 在现代的医学科技下 其实只要愿意好好maintain 他的问题都没有那么的大 所以呢人们在世的日子就比以前来的长的多了 那同样的 以前的人呢他通常有时候在追求学历不是追求这么高 他可能二十二岁二十三岁就开始工作 可是现在的人呢他的养成教育 有时候念完这个大学或者念完硕士 他可能已经拖到二十七八岁才开始工作 然后呢活的年纪又比以前来的长 你从这几个因素里面来看 钱当然不够用哦 所以在这篇文章他就说 你为什么要计划活到七十岁的原因呢 有以下几个重点哦 那我个人也觉得其实如果当你在六十五岁的时候 你仍然身体健康你也可以工作的话 你又换个这个思考的方式 你有没有想过 与其在家里没有生活重心的话 那如果去上班做一些limited的工作 可是却还有人付你钱 因为有时候呢 如果你退休的时候没事干 你自己还要花钱去找一些事做 譬如说去逛街啦 逛街很花钱的 可是如果呢 有人还愿意请你工作 然后呢又有钱给你的话 那你就会delay去花你的退休的钱 那如果能够delay到七十岁的话呢 他这边有个数据 八十六percent的人呢 他就会足够存够他的退休的这个基金哦 为什么 八十六percent的人他本来是六十五岁就退休 他现在延到七十岁 首先他多了五年存钱的机会 另外呢 他少了五年在退休 就是所谓只有花钱 却没有收入的这个年份 少了五年 所以呢 这个存够退休金的钱的人数 他就从原来的五十percent呢 bumps up到了八十六percent 那很多人在现在他有一点低估 他当时的这个退休计划 因为很多我们现在退休的概念呢 是来自于以前人的概念 首先以前人寿命没有我们现在这么长 另外一个以前的人呢 他们存钱呢 还有花钱呢 可能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凶吧 我想现在就算是senior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呢 他可能也是要买iPad 他也要手机 以前退休可能不用那么分析哦 可是现在这些开销越来越多的后 你可能你存的钱不是那么的够哦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也觉得说如果说你身体健康 那那个时候因为很多人他一辈子工作他非常的辛苦 所以他就觉得呢我要早一点退休 我要脱离这个苦海 我要享受我的退休生活 可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想 你仍然是工作 可是你不是再是为了钱 你是为了打发时间 居然还有人付你钱去打发时间 有这么好的事你干嘛不工作呢 更何况你知道在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有medical insurance的coverage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省钱的方式 很多人不知道 他其实以为退休以后有medicare 其实有联邦政府的medicare的医疗保险以外 你其实还要花钱去买这些私人保险公司 架设在medicare下面的所谓的supplement 那通常的那个supplement呢 从65岁开始到70岁是一个category 70到75岁又是一个保费 75岁到80岁又一个保费 你说我不要买啊 我反正有联邦的我干嘛要买 当然如果真的是没有选择 你就不要花那个钱 可是通常如果行有余力的人 他通常又会在medicare里面再买supplement 因为得到比较好的医疗品质 所以我们在这边讲的就是 一而再再而三就是警告 这个各位观众朋友 退休的钱你要善于运用 要make sure到时候退休呢 活的又够长 那身体健康是靠自己的 然后在财务上呢 要够用喔 因为用到老 活到老 用到老 最ideal是过去的那一天 钱也用的差不多了 那是真的是完美的人生喔 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 马上回来跟你讲 为什么你可以打算 活到70岁 对不对 工作到70岁 然后活到100岁 那怎么样钱才够用 马上回来 谢谢 您向往在电视台工作吗 您想过个不一样的暑假吗 您想在这个暑假过得充实又快乐吗 红星卫视暑期培训计划正在展开 县正寻求执行制作人员 储备主持人 助理导播庶名 欢迎暑期大专实习 以及应届毕业生来加入我们的团队 请将履历寄到红星卫视人事部 或请参考红星卫视网站 www.tvhsusa 温期食品 湾区共有11家分店 面包每天新鲜出炉 让您吃得安心 吃得健康 全日各式糕饼与蛋糕 美味可口 是您全家人健康的首选 11家分店遍布湾区 湾区美味尽在生机 天灾人祸不可预测 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有保够了吗 我是Farmers保险经纪Emily刘 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您 是否考虑过您现在的保险金额 真的够保护您心爱的家人 与您努力赚来的资产吗 让我用多年的保险经验 与知识为您提供三省服务 让您在保险上面可以省钱 省时跟省麻烦 请今天就致电510-366-2657 510-366-2657 上和西全新开张 Seaport海鲜港餐厅 要您穿着围兜 用双手拨开各式海鲜 给您一种自由轻松的用餐气氛 每天提供新鲜到货的海鲜 另有提供各类啤酒及饮料 让您欢唱一整晚 地址位于1628 Postatus Road, San Jose 一个与家人朋友 共享欢乐时光的最佳地点 Seaport海鲜港餐厅 北加州最大的新型休闲健康养生超市 韩国超市 天天供应精致的健康养生食品 新鲜肉类 海鲜 家用电器 日用百货 货品齐全 物美价廉 韩国超市位于Sunnyville El Camino Rail 进Lawrence Expressway 七天营业 欢迎会过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那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你要计划工作到七十岁 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social security的payment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个社会安全基金呢存有很大的问号 不要讲您呢 连我也在怀疑social security的问题 社会安全基金的问题是 现在baby boomer开始退休了 所谓的婴儿潮这一批人开始退休 那这一批人呢 现在约莫是67岁左右 可是后面还有更多的 意思就是说呢 当婴儿潮一个一个reach到65岁的时候 他们开始从social security拿benefit 而问题就是说 这些婴儿潮的人数是众多的 而且这老年人的话 当他用力的该拿 他该拿存一辈子的social security的时候 可是相对的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多 在contribute这个social security 那社会安全基金会不会有破产的可能呢 如果按照账面上来讲的话 yes social security eventually要破产 很简单的原因 因为拿钱的人多 放钱的人少 另外一个拿钱的人呢 他们寿命又在增加了 也就是说 以前的social security的制度呢 它是design for你活到 大概78岁80岁 可是呢 现在的人活的年纪这么的老 所以social security的负担呢 就不再只是负到78岁 因为我们知道social security是活到老 负到老 所以以前他的计划是负到78岁 这个人如果过世了 对social security的这个义务 liability就到此告一段落 可是现在的人的寿命变长 所以他可以一直要活到90岁 social security一直要负 这就是social security的问题 不过我倒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社会福利政策 那我们不能讲保证 可是如果从这个选举的角度来讲 不管是在哪一个朝代的政府的这个年代 social security如果破产的话 政府会不会动用政府的预算来补足这个洞呢 我想答案你心目中自己有 因为不管怎么样 那不会有任何一个政党敢在他的手中 去把这个social security呢 就是把它terminate掉 当然social security在未来的benefit 会不会像现在这么好呢 这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question mark 因为social security照我们现在用的方法 拿的人多放的人少的话 eventually会破产 那唯一就是改革 改革的方法它可能不会说 啊以前有现在零 改革的方法一定是说 可能以前会随通货膨胀增加 未来没有 或者以后以前是什么63岁就可以领 以后可能改成说65岁才能领 不过如果要说社会安全基金会整个消失殆尽的话 我个人是不觉得会发生这样的事 只不过中间怎么改革呢 可能是会非常的agree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说 为什么你计划要从65岁延长 工作到70岁呢 因为按照现行的法规 大家听清楚哦 你在62岁到70岁当中 你每晚一年去领钱的话呢 你的social security就会增加约摸8个percent 举个例子 有人如果是在62岁的时候领的是750 也就是说他选择62岁退休 他每一年是750块 如果他能够delay到66岁的话 他每一年可以拿1000块 可是如果他愿意delay到70岁的话 他可以拿1320块 所以你刚刚讲62岁每一年是拿 我们刚刚讲750 可是如果到70岁的话 他可以拿1320块 所以750 versus 1320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他说那我怎么知道我活到几岁 如果这个人他只活到71岁 那当然了 如果他知道他活到71岁的话 连我也赞成 他62岁就开始领social security 可是没有人知道会活到几岁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前提是说 如果你觉得你身体也蛮健康的 会活到89岁90岁的话呢 那你不妨delay 因为每delay一年呢 social security就会boost up 约莫八个百分比哦 那这个就是让你可以在每一年的payment 会增加哦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存钱 而且你不要忽略 更多的时间在存钱 尤其当你增加工作的时间 是从65岁到70岁 为什么 因为65岁到70岁的时候呢 通常你小孩子的教育经费 你能照顾的 你也已经照顾了 你不能照顾的 你仍然不会照顾 不是吗 同样的65岁的时候 您的房子的房屋贷款的这个负担 通常是比较小的 当然我相信 在湾区可能还是很辛苦 不过不管怎么样 65岁的房屋负担 如果他正常的话 他远比在他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来的房屋负担 来得少不是吗 可是如果负担来得少的话 他能够convert存钱的这个dollar amount 当然就变多 所以你又多五年可以存钱的时间 同样呢 你存的dollar amount也是比较多的不是吗 因为你的负担比较小 那同样的我们刚刚讲 你可以多五年存钱 而且存的金额是比较多 还有一件事你不要忘了 有一个人选择65岁退休 有一个人选择70岁退休 65岁的那个人呢 他从他65岁退休那天 就开始花他的退休的钱 可是70岁退休的那个人呢 他从65岁到70岁 他仍然在工作 他的pool 这个退休的基金 还在增加当中 而他每一天的生活开销呢 是由他65岁到70岁工作来负担 也就是说两个一消一涨 他所相差的呢 不是一倍而已 相差的是两倍 所以这个会帮助 你有更多的时间 去储存更多的退休基金 实际上大家可以去想想看 人们现在的65岁 跟以前我们讲 30年前的65岁好了 那个观念 你就看他的身体健康 已经差很多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65岁的人的 身体健康状态 比起30年前的65岁呢 他的身体健康 好得太多了 也就是说呢 他的精神还有他的工作能力 还有他的经验呢 都远比以前的65岁来的人 来得更健康 更有活力 那既然如此 为何你不再多工作几年 有时候只要调整你的心态 不要为乌斗米折腰 就是做您舒服的 comfortable的 也不要要求太高 会去知足的话 那对你的退休理财 会很有帮助 那我们在经营端工商资讯 来跟你讲 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为什么你要推迟到70岁 马上回来 谢谢 您在为买房卖屋申请贷款而发愁吗 医生中最大的投资 该托付给谁比较可靠呢 忠诚地产级贷款 William Chen Joyce Gore 服务万区多年 我们专业的团队最了解您的需要 为您提供最详细的资讯 为您争取最大的利益 忠诚一条龙的专业服务 七天无休 专业的服务 忠诚的态度 忠诚帮您安息远望 专程地产贷款电话 408-218-1900 或请打408-888-9722 你曾经体验过 能够洗涤心灵的能量占卜吗 你希望能与内在的潜意识深层对话吗 克拉拉塔罗能量占卜 灵气催眠治疗 帮助你在异变的外在世界中 找到属于心灵中安定的力量 请致电408-219-3303 408-219-3303 期待与你新的交流 位于南湾Milpitas的梅卡烘培坊 为您带来各式各样台湾地道的面包、糕点 其中包括了绿豆蓬、凤梨酥、日式青乳酪蛋糕 及多款的台式面包 梅卡烘培坊的面包 每天早上8点半新鲜出炉 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器 让您吃得安心又健康 梅卡烘培坊还有提供各式各样的节庆蛋糕 针对您的要求 为您社区独具风格的蛋糕 梅卡烘培坊 位于25N Nupitas Boulevard 永新超市内 订购电话408-935-8983 408-935-8983 喂 我去阿花冲 亚马拉一二半 现在地的月点会 偷偷告诉你哦 冲季在大分下 今晚方面只要3块9毛9耶 好尖水干净水气健康料啊 好想处处看哦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呢 你可以想一想 maybe你要工作到70岁哦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 如果你是65岁到70岁呢 你又可以多存一些 这个 either是401K啦 或者是退休账户哦 AERA 那我们也知道 基本上过了50岁以上 你就可以在AERA上面 多contribute 这个1000块哦 达到5500块 同样呢 401K也是哦 以现在的情况 它是17000块 如果您过了50岁呢 你又可以多存5000块 所以如果以五年来讲的话 每一年401K多存5000块的话 你又多存了25000块 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哦 那下一个原因呢 就是compound interest 富力我们大家知道 富力的力量是很大的 可是富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不是你多会赚 而是你有没有给它时间去compound 大家看compound呢 它的这个富力的力量是非常厉害 而且是在后面哦 所以如果当您从65岁不退休 延后到70岁的话 您在65岁以前累积的钱呢 它仍然继续在增长哦 我当然知道你会讲什么 因为有很多人说 这个401K放在mutual fund里面 也不见得赚钱啊 如果碰到金融风暴的话呢 我的401K不就变成201K了吗 变成101K了吗 哇这个是对的哦 如果说投资不当呢 那真的还不如不投资好了 可是投资如果得当的话呢 多换五年的时间 会对你有帮助哦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投资所冒的风险跟你所得到的回报率呢 是不是你应该做的 那是different story 可是我们现在assume 如果说是正常的投资的话呢 不要有两个金融风暴 那您多了五年的时间 这个compound interest的力量 可以让你原来的pool 假设65岁是50万 到了70岁呢 你可能不是50万了 你可能是65万了 再加上这五年 你又多存了两万五 那你就不是65万啊 你可能接近70万美金 那70万美金呢 这个就够你退休 就远比原来的50万来得好多了 而且更何况那个50万在你 65岁你就开始再花 所以同样一个工作 65岁退休 一个70岁退休的话 那个50万呢 它从65岁就开始花了 可是另外一个不但没有花 它还累积累积 到70岁才花 它累积到了70万 所以一销一涨 就是我刚刚讲的 其实是差不多差两倍哦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跟寿命有关 一个呢是假设这个人寿命是90岁好了 所以他原来计划是65岁退休 所以他的钱呢 必须要应付他65岁到90岁 所以足足有25年 这25年几乎是没有收入 除了social security以外 那剩下的就是要吃自己的老本 也就是你的41K 您年轻的时候累积的钱 或者说您的房地产 可是不管怎么样 那个pool是固定的 可是您却要花25年 所以如果说能够延后五年退休的话呢 你的这个累积的pool会增加 而且呢同样的一个人他也活到90岁的话 这个时候他只要顾到从70岁到90岁 他这些钱呢只要20年够花就好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原因呢 不管怎么样的因素 为什么是让你说把退休的年纪 从65岁延到70岁 有很多原因 其实除了金钱上 有时候也是健康的原因 曾经有很多朋友在说 有些人退休之后 因为生活不像以前的这个呼风唤雨 或者说生活上比较没有重心了 人呢整个开始萎靡不振 那有些人如果没有把退休生活安排得好的话呢 他整个人失去重心 结果心情不好 结果就还会生病 可是如果能够继续工作 我想很多华裔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到像这个Walmart 我就常常看到 有年纪比较大的Senior 他很高兴在那边工作 他就站在门口检查Receive 或者在那边帮人家排排这个玩具 那有时候你有去问他 他又特别有耐心的关怀你 这就是我觉得美国社会的好处 他们At least在年纪的歧视呢 不是在亚洲 跟亚洲比不是来得这么严重 当然我不是说年纪大的就没有被歧视 我只是说跟亚洲比起来 如果你Welling去工作 其实还是蛮多工作的 当然有一个问题 如果您的心态还是保持说 哎呀我工作了一辈子 我的知识我的经验 你们这些年轻的不尊重我 好我不做了 那当然以这样的心态 你可能会找不到适合你的工作 那如果说你到时候是觉得 哎呀我只是出一张 出一张嘴巴 可是呢我这个嘴巴却是很有经验 可是我要求也不高 所以如果你对人家的要求不高 公司对你的要求也就不会高 那同样同样的在compensation上面 也不像以前这么的好 就像我刚刚分析的好几个原因 你同时65岁在70岁工作的话 你会gain a lot of这个benefit 其中有个最重要的就是medical insurance 所以今天来讲说 因应这个时代的改变 什么时代的改变 这人们在这几十年 所得到的健康 我的意思是说健康状况 跟以前不一样 人的寿命它延长了 所以我刚刚在一开始就讲 您做好准备了吗 您知道你的寿命 现在不再是平均的77岁 78岁了 我刚刚一开始讲 平均有63%的人 会活到90岁 而如果您计划是65岁退休的话 您存的钱 够你25年来用吗 如果您听到我的节目的时候 你可能是50岁 53岁 58岁 62岁 maybe it's about time 你去考虑 65岁的退休 可能不是一个必要的 当然我不是说 如果您财务状况很好的话 你就硬不退休 如果财务状况很好 why not 你可以提早去享受人生 可是如果您觉得自己 稍微有不足的话呢 如果公司也非常借助您的专长的话 那又在保持身体健康 又能够促进自己的财务 更健康的双管旗下的好处之下 maybe你要考虑工作到70岁 所以这个理财呢 并不是说你累积了一笔钱 就一定够 有时候还要考虑外在的因素 生活的通货膨胀 生活水准的这个改变 还有自己的寿命的长短的因素 你要自己去做适当的调整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财字生活杂志的节目 同样有任何的这个投资问题 或者生活上的问题 我欢迎您写一个email给我 我的email是moneyattvhsusa.com 那有任何适合的topic 我们可能就会在下一集为您播出 谢谢您今天晚上的收看 谢谢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